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前往部立屏東醫院 慰問醫護人員後 在趕往林邊鄉 瞭解當地石斑魚出口情形 面對中國宣稱 因為多次檢出使用禁藥 暫停臺灣石斑魚輸入 蘇貞昌批評 中國不遵守國際規範 臺灣會拓展國際市場 做好冷鏈設備 避免過度依賴中國 活蹦亂跳的石斑魚 每尾要價不低 面對中國禁止石斑魚 業者憂心受衝擊 行政院長蘇貞昌 也視察石斑魚養殖現況 蘇貞昌不滿中國對我方提供的數據已讀不回 認定這樣的做法蠻橫也違反國際慣例 不符合國際上宴出問題 產品就退運銷毀的做法 而禁令宣布後漁業鼠統計 今年度有三千六百公噸的石斑魚 受衝擊 業者說長期來看 建議政府從產製到行銷的面向 都做好規劃 拓展外銷市場 若能像鮭魚行銷到全球的模式 穩定臺灣產品的市占率 就不用擔心被任何因素影響銷量 屏東縣府也希望中央支持當地規劃 設置的冷鏈加工廠 積極拓展其他國際市場 也透過冷鏈設備調節產量產期 避免市場過度依賴中國 也有養殖業者透露 臺灣石斑魚外銷中國的數量 不如以往這麼多 許多人已改養五載魚 也銷往中國 擔心若五載魚也被禁 恐怕衝擊會更大 記者王康婷 許正俊 屏東報導